慢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我是橙子 娱乐圈中的女明星们 在结婚生子之后 大部分女星都会选择出来复工赚奶粉钱 并且身材样貌依旧保持着非常好 为了产后付出也是拼尽全力 当然也有很多嫁得非常好的女星 可以不用考虑经济问题 会选择较为健康的瘦身方式 但不是所有女星都能够嫁入豪门 或者是嫁入家庭条件非常好的男士生活中 今天就要来说说为了产后付出 在产后瘦身用了非常极端的方式 瘦身成功的 她就是尹儿 尹儿在2018年2月份的时候 生完了孩子之后 在产后4天就开始减肥 尹儿曾经在新月对话的节目当中 就提到自己瘦身的方法 就是绑着塑腰带睡觉 然后连续半个月除了洗脏的时候会摘下来以外 其他时间就一直被绑在小腹上 从来没有摘过 女生都知道塑腰带的佩戴方式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长时间的佩戴并没有什么好处 反而会让身体出现一些症状 尹儿还曾经爆料自己因为长长时间的佩戴 这个塑腰带导致晚上睡不着 并且还会出现呼吸困难 但是为了能够快速的瘦身 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再坚持了一个月的时间 效果非常的明显 尹儿从120斤瘦到了94斤的身材 但这种方式还是太极端了 但是尹儿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赚奶粉钱 还是对自己太狠了 回想起当年尹儿和刘凯威合作主演的 千山暮雪时还是个胖女孩 尹儿也是在这部作品被人吐槽的够呛了之后 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减肥 童年出演的《甄嬛传》中摄演的反派角色夏冬春 看上去就已经瘦了不少 但是还能看出脸上带着婴儿肥 婴儿从千山暮雪因胖脸被黑惨了之后 就从来没有敢胖过了 不过瘦身成功的婴儿 也因为失去了婴儿肥的稚嫩 在作品上的形象 也越来越接近精英女强人的节奏 和加奈亮一起合作的《冰与火的青春》中 才华横溢的夏冰形象就已经接近了完美 在产后复出又出演了 《乔安你好》中摄演的雷厉风行 敢爱敢恨的乔安 在这部作品中婴儿就非常的瘦 不过她在剧中的演技还是深受认可的 对于为什么要着急产后复出 背后的原因也是令人心酸 婴儿在曾经的节目中就自爆过自己 急着出来是因为没有钱花 因此想着赶紧收身才能够出去赚奶粉钱 很多人就开始疑惑了 不是已经嫁人了吗 没钱花的话 家中不是还有老公吗 这事还得追溯到2018年 尹儿和丈夫傅欣博两人一起上了一档真人秀节目 妻子的浪漫旅行中 尹儿在上这个节目之后 网友们就对尹儿的婚后生活感到心疼 节目中的其他夫妻都是甜甜蜜蜜被丈夫捧在心里 只有尹儿的婚姻生活让人感到卑微 两人当初也是未婚欣女貌似是凤子成婚的成分 两人在关于婚后财产的看管上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 在节目中尹儿就一直是在AA的生活状态 被节目嘉宾以及各路吃瓜群众感到吃惊 原来是丈夫从来不给钱 但当时尹儿因为怀孕 没有办法出去工作 所以没有钱 没有工作的他也一直非常的节约 也不敢向丈夫拿钱 所以才着急出来复工 两人各管各的财产 也让傅欣博遭到了网友们的抵制 毕竟是大男人 很多人都理解不了 结婚前AA还可以接受 但是在结婚生孩子了之后 还是AA就显得抠门了 尹儿不仅曾经在《真相吧!花花世界》中 看到尹儿的一些家具用品清单当中 陈列出来的单品也都是一些非常廉价的家具用品 和片酬百万的明星身份显得格格不入 无疑是娱乐圈中最穷的女性了 不过此事之后 傅欣博也表示这样的做法也是有原因的 傅欣博认为的AA制是两人各自管理各自的资产 不是各自花各自的钱 他身为一个老公一个爸爸 怎么可能不给自己的老婆孩子花钱呢 但是网络暴力实在是太影响生活 于是便干脆退出了微博 尹儿于2007年出道 但是一直无法走红 三年后幸运终究青睐了努力的人 2010年他与刘凯威合作的千山木雪男女主角 戏里戏外都被视为CP 还一度被传言是情侣 那时候刘凯威帅气 堪称大红名男星十分优秀 尹儿则是刚刚事业有点起色的 胖乎乎的可爱女孩 虽不是天生一对 但给人就很强的CP感 不过呀 很快因为杨幂和刘凯威官宣恋情 随之结婚 尹儿和刘凯威终究是不可能的一对了 错过了优质男刘凯威 尹儿又遇到了富商纪晓波 二人被拍到一起国外旅行的照片 可是尹儿还是不够吴佩慈厉害 吴佩慈抢先一步 对外公开了与纪晓波的关系 还怀上了孩子 尹儿不得不迅速的撤离 毕竟沾上了负面的绯闻 事业必定会受到影响 嫁入豪门的梦碎了 尹儿开始了瘦身 一心思扑向了事业 事业一步步高升 2017年8月24号 另吃瓜群众大吃一惊 尹儿宣布恋情了男主是 同名气不高的傅心博 傅心博长相还是相当帅气的 就是家庭条件 以及事业不太优越 对尹儿的眼光保持着怀疑的状态 恋情曝光之后 二人就被赋予了极高的关注度 还被报国庆节去领证了 直到2017年12月12号 吃瓜群众终于明白 尹儿为何如此的迅速公开恋情 只因为肚子里有宝宝了 尹儿公开怀孕不到两个月 也就是2018年2月3号 生下了女儿小月亮 大家的嘲讽味道就越来越浓厚了 都说她连个婚礼都没有 就给人生了个孩子 过于草率了 可能大家的心思都觉得 尹儿应该嫁得更优秀吧 才对她有着较高的期盼 4月10号 尹儿在微博上删除了两张照片 并配文我负责菜老公负责甜品 后面还加上了一个面包 和一个调皮的表情 两人的甜蜜也是要溢出屏幕了 从晒出的两张照片看来 不得不说尹儿做饭的手艺还是不错的 一大桌子菜看着很丰富 并且为了营造浪漫的气氛 还特意在桌子上点了几个蜡烛 夫妻两人也是相当的有情调啊 再来看 老公傅欣伯做的慕斯蛋糕 满满的巧克力 看上去还真是挺像那么一回事 不过要是能在上面多装饰几个水果 或者是小花之类的东西 那卖相就更好了 最近的这段时间 尹儿和傅欣伯一直都待在家里 除了要照顾女儿小月亮 就是追剧和做饭了 不过夫妻二人也是挺搭的 一个负责煮菜 一个负责甜品 这样的生活也是很滋润了 还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 想要去蹭饭摆在餐桌C味的麻辣香锅 太诱人了 被今日份的狗粮喂饱了 不得不说 尹儿和傅欣伯的夫妻生活 让旁人真的是很羡慕呢 说到尹儿和傅欣伯的初次见面 是在剧组吃饭的时候偶然碰到的 出于礼貌 只是微笑地点了一下头 并没有出现偶像剧般的一见钟情 随后 两人合作电视剧最好的安排 才真正的熟悉起来 在2015年的时候 有八卦媒体经常拍到两人约会的视频 但是一直声称对方只是朋友 等到了2016年 尹儿和傅欣伯再一次合作电视剧 饰演情侣 关于二人的绯闻愈传愈烈 同年六月份 受傅欣伯之邀 尹儿参加了真人秀《如果爱》 在节目里 两人的相处完全就是热恋中的情侣呢 不仅经常拥抱亲吻 傅欣伯还带着尹儿去见了自己的家人 要真的是为了节目 那么真的是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动真格 最后傅欣伯直接表白了说 爱一旦开始就从未想过结束 尹儿回答说 希望一直陪伴着你 但当时很多人都分不清楚 到底两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 2017年 尹儿和傅欣伯 十指紧扣亮相机场 8月24号 在微博正式公开了恋情 没过多久就直接登记结婚了 并且在第二年生下了女儿小月亮 2018年 尹儿和傅欣伯一起参加了 妻子的浪漫旅行 当时的尹儿才生下女儿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对于这一行为 网友们也是想不通 这么快的就要付出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尹儿在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 曾坦言 和傅欣伯在消费方面都是采取AA制的 可能自从做了妈妈之后 几乎无戏可拍 没有经济来源 自己手上的积蓄也不是很多 所以在做月子的时候就一直很焦虑 并且还拼命的减肥 只是为了能够尽快的付出去工作赚钱 这一话一出便引起了大波的轩然 网上都是为尹儿抱不平的声音 都觉得傅欣伯太不男人了 虽然之后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 傅欣伯把自己的银行卡送给了尹儿 但是网友们对傅欣伯的印象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所以最近几年关于二人婚变的传闻一直都没有断过 但是看他们俩的状况好像一点也没有在乎这些传闻 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在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粗略算了一下 尹儿和傅欣伯也在一起五六年的时间了 虽然两人的感情不被外界所看好 甚至可以说是饱受争议 但是如今女儿也已经两岁了 这些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